真是一個好問題 我們其實有很詳盡的計劃 新碟現在是在說兩隻碟 分別是廣東專輯和國語專輯 我們都會在年中年尾 成功地發表我們這兩張專輯 現在先發了國語的單曲 期後很快也會發廣東的新歌 就是《最好的時刻》 其實兩件事差不多同一時間會推進 今年之內這兩張專輯都會和大家見面 2013年除了有剛才說過的廣東專輯和國語專輯 我在較早前拍了一部電影叫《末日派對》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劇本 因為當時泰迪羅賓跟我們說 關於這個故事是一個很寫實的香港故事 把很多香港的小人物的生活放在裡面 然後有一個很特別的twist 裡面因為一些巧妙的安排 令到所有不同生活 不同角色的人 到最後會在一個很戲劇化的場景 大家聚在一起 我自己看劇本的時候是覺得很精彩 因為裡面除了有很多真的香港人在面對的問題 大家在承受的壓力 真的很真實的描寫之外 其實故事一直慢慢推進去到一個很戲劇性的變化 會令到觀眾都突然覺得很想不到 我自己覺得這部電影最後拍出來的風格是很有型 而且是真的很風格化的一部電影 本來是一部很寫實的電影 最後我覺得很好看的 這個很精彩的一部電影 就是跟我自己心目中覺得的寫實電影 是很起出望外的 這次這部電影 因此我自己很期待這部電影上映的時候 無論是香港的朋友 可能看會有很多共鳴 有很多感受 或者世界各地不同的人透過看這部電影 都會了解多些香港現在究竟是 我們在過一些怎樣的生活 我們的人思想裡面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的想法在裡面 是一部很有意思的電影 這部電影應該就會在六月左右上映 所以我很快又會投入這部電影的宣傳工作 與此同時 我去年其實開始做一個廣東省的巡迴音樂會 這個音樂會今年都會繼續的 所以我同時又會做廣東省的巡迴音樂會 又會做電影的宣傳 亦都會做廣東專輯 和國語專輯的巡迴宣傳活動 包括一些歌友會 或者小型的音樂會 或者大型的音樂會 都不一定會看計劃 所以今年其實無論在表演上 電影上 音樂專輯上面 都有很多的計劃 音樂專輯 音樂專輯 音樂專輯